這一鍋大概都燉了 大概兩個多小時 一碗的排骨大概五到七根 老闆夾起豬肋排 不斷往碗裡塞 最後咬上一大瓢藥膳湯頭 中藥香氣隨著白煙撲鼻而來 來 這次藥膳肋排 七隻大排骨滿到裝不下 一半都在碗外面 拿起筷子輕輕一剝 瞬間骨肉分離 有客人專程為了這碗湯而來 它這個湯頭很濃郁 很清甜 肉的部分還蠻多的 因為每次都是吃它的肋排 老闆透露一隻肋排平均七塊錢 光是肉成本就要四十九元 但這碗湯售價不到百元 還加了十二種中藥才好煮 難怪客人都說CP值超高 我們的當歸是在南部 雲林那邊自己種的 台灣當歸喝起來會比較順口 它不會有那麼嗆的一個當歸味 老闆自家種的當歸除了燉排骨 用來煮羊肉也很合適 撈起滿滿羊肋排 一夾就是五大塊 如果還嫌不夠補 老闆還能在湯裡幫你多加點藥酒 天氣一冷 不少人就愛喝點熱湯進補 雞腿肉放到鍋子裡 加進枸杞高麗菜 再倒入用和手烏黃旗等藥材 熬的湯底 客人點了才現煮 用大火把雞肉煮到入味 這一大碗滿滿滿滿 就連紅棗也都煮到軟爛 腎臟之類的 都有它的一個功能在 聽說是這樣 天氣冷喝點熱湯暖身 中醫師建議平補為主 腰山湯頭比起姜母鴨麻油肌 來得更溫潤 秋天進補注意自身體質 才不會補過頭 反而讓腸胃不舒服 謝謝花哨平 洪軍偉 新美食報導 都完蛋